在家吗 哎呦 哎呦表叔 老头 哎呦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这马路是你家的吗 哎呀我表叔来我家来探亲的 你怎么一来就把他的车给踢了 我不踢 我还想把他扔到田里面去呢 这条路又不是你家的 不好意思你打个喇叭好不好 我按多久喇叭了你没听到吗 哎呀我表叔他耳朵有一点不好生 不好生赶紧脱开 哎呦哎呦哎呀 哎呀这些新买的东西你怎么能这样子弄呢 我就这样的怎么的呢 我就看不看你们这重杯怎么的呢 哎呦呦现在算看清楚了这是谁啊 这不是那个林少吗 怎么的就是我啊 你认识他呀 哎呀我们村里面的 就是我们村最亮那个大别墅就是他家的 你怎么那么消枪啊 我就是这么狂怎么的 啊把这个车弄起来 你现在踢了人家的车是不是 踢了咧 咋的 咋的 但就说秀这条路的时候你车过一分田没有 经过你家里让过一分田田里没有 啊 我都不经常回来的我干嘛要让啊 那你干嘛要走这条路啊 我今天回来带我女朋友回来看过一下我那个大别墅啊 你现在还蛮横无礼 还踢别人的东西 亲爱的怎么了 你还是个人吗 没事 这个从不一的在那里拦我 怎么拦着啊 你们人多欺负人少 就是了 哎呦 你这位美女你说话你放干净一点我跟你说 怎么 人多欺负人少 美女我告诉你 原因是这样 我当时放旁边呢 我去我亲戚家 我刚敲满 他不打喇叭 哎 一过来就 就提我的东西 哎呀 你说一声好不好 表叔表叔他打喇叭了 只是他这个人啊就是品行太恶劣了 谁叫你挡着我到啊 一分钟他都等不了的 这种人 你怎么踢人家车干嘛 赶紧拉起来啊 拉个屁了不要了 我给你修路他们这些窗币 又没钱对不对 啥都没有 你看住这破房子 你理他们干嘛呢是不是 你讲 小妖狂妄你这种人 你怎么 当时修路的时候也是这种表情 这种态度 修路怎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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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修路的时候 修着了路啊 经过他家那一点点 低 一点点哦 他不让 啊 一分钟也不捐 现在还走着了路 还要提人家的东西 是不是啊 都有原品 行吗 我们都不在这里住了 对不对 我们干嘛要用力给他 是不是 懒得跟他们啰嗦 让开我会回家 别推啊 那你现在回来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都看不过 人多欺负我人少是不是 又欺负你怎么了 不是人多欺负人少 这里是你们村 我不管 如果在我们村的话 你这样啊 我手不就收拾你 你不要欺负我老头 你不要不要 不要 不要 美女我跟你说个事 哎呀你都不要啰嗦 美女美女 那你在干什么打架啊 我跟你说 谁救到你掉村长路来也是一样 他这个人 今天要抽死你 掉去你 我跟你说他这个人啊 品行很恶劣的 你啊都不是他带回来的第一个女朋友啦 你怎么说话呢 那自己过 不是 十几个都有啦 什么时候又出不出来 我跟你说 每天带不一样的女人回来 你不要乱说啊 今天晚上经过我家还放DJ 你怎么是大洋人啊 还吵我们村的人睡觉的 你都当叫我 叫村长出来 叫啊 哎 大飞村长 哎呀我回来啦 对啊 我带了两盒茶叶给你了 你先过来先 好想贿赂村长 是是是这个 金花扎门口这里啊 对对对 快点啊 哎呀他们不让我过啊 你先过来帮我处理一下 好好好 是当着你们 是不是真的 真的跟说 你跟了这种人啊 以后有没有 你还论说啊 哎呀我还是挡村长出来 再说吧 就是他们论说 他们羡慕我们有钱 我们住大北厦 他住了 你看这毛房 有钱个毛啊 他家里面是有钱 他有什么钱啊 他就是装的 我跟你说 你要羞辱他都舍不得出一分钱 啃老族 就吃到老爸了 我爸有钱了 吃到老爸了 哎哎 真的 回来了 对对对 你看你看 你看这些村民真的是 像什么样啊 对不对 到底什么情况 金花啊 我表叔的车被他弄成这样子了 你说怎么样啊 还能骑吗 我表叔就一个车 林少 来我家 是你弄啊 对啊 挡给我弄 我们一夹我就飞过去了 不是他弄还有谁弄 林少 不是我说你 你真的是 你怎么这么马上无理呢 怎么村长 我就叫你帮我解决问题 你还来这里教训我 他平时笑一张习惯啊 那不是以前那些是我们都不想跟他计价 但是这一次真的是欺负到我们踩着我们头上了 平时晚上咬鸣就算了 我不想投诉 这一次一定又让你过不了这里 平常时各个村民来我这里投诉 我本来都不当一回事 今天呢 给我装个现行 你说了 你说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叫他们让开让我回家 村长真的有这种事发生吗 你这个林少啊 真的是在村里面啊 像是一颗老鼠屎一样 脚屎棍一样 天天了 不是搞那个三省的那个鸡 又是搞那个三省那个鸭粘死了 人家来我这里投诉我不说了 这不是这种人 你给我嫁过来啊 怎么办 跟人家怎么相处 你都不知道啊 他天天去那个大波林的寡妇家 天天晚上去 你为什么石头进你那天家里面去 不是 坏叔 不要叫我听他的 不要啊 不要听那么啥说 哎 你别走 别走 把事情给说清楚先 林少 不是我看在你爸的面子上的话 早就跟你商量这个事了 天天晚上开那个车 那个烟头啵啵啵啵响 还放那个DJ 一到村里面那个 有名你不知道吗 那我不放他们怎么知道我回来啊 就以为你家有个喉车啊 嗯肯定 如果说你爸不给一分钱你的话 你比任何一 最少的任何一 一个人都要从 你以为金花扎这样子 人家的原品数字可以 你呢 做出来什么事 哎呀 老实说 今天这个事情 你必须把它 处理好 抱歉 不养的话 这条村里也不要回来了 把人家东西搞坏 要不拔出来也不用 不不不要 来起来 刚才我以为你一村人就帮你 现在哥哥讲你 你感觉你模样悔改 你欺负我外村人 本来个问题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去了 你以为老大好媳妇啊 跟我表叔道歉 我听了那么久 我以为你会悔改 你希望我亲戚 各别人去 你村上来 你都不 不可以半点脸 拿起来 我让你来 不想我收拾你 那种人啊 就是缺乏教训 如果说我教训还不听的话 到时候 把他送去败出所去 哎不要不要不要 你把人家当作搞坏了 陪下人家 村长啊以后不要给他开车 从这里经过了 你就是 你就是向我保证 以后开车进村 要开慢一点 人家路口 有小孩 有老人从那里经过的 一定要按喇叭 不要按那么大声 按一下就行了 知道吗 要让人家过了你才能过 还有晚上回来 低调一点 再放那个DJ的话 把你的车给烧了 咋了 咋了咋了 我错了村长 年轻人 先学会做人 低调一点 这你本村啊 连村想来你都不想脸 实在啊 在我们村同你这样啊 收了收死你 抱歉 大伯对不起了 知道没有 就知道了 这就严陈共分了 怕是还这样的话 我教训不了 就交给那个派出所续了 多谢村长 为了我们这些村民出了一口气 精花季度 要不要不给他开车 从村长说 不行就报警啊 真的是给我们村丢脸了 那这边说 村长辛苦你了 没事没事 没事 没事哦